你好呀 出发 这是一条预谋很久的视频 这是我奶奶的卧室之一 他是一个80多岁的独居老人 作为他的乖孙 我不允许他的房间是这样的 我要用我的实力来给他改造一番 要先把屋子里面都清空 最先整的就是这个墙皮 就是他让我萌生了改造的念头 他起脾气得太夸张了 这个蓝色的应该就是以前做的防水 这里更厉害 可以直接看见砖了 再来就是要全部把这个旺棚取掉 我奶奶说这个房子是85年的时候修的了 要是这个旺棚是85年做的 那就算没有喝过82年的拉菲 吃过85年的灰尘也是值得了 这个顶的话 我只把面面上的东西给它去掉 这个龙骨我还是会保存的 我还是非常的有自知之明 要是我去订龙骨 不知道会偏成什么样子 讲真的 虽然以前的装修材料没有现在的好 但是以前的工艺真的非常的不错 好结实哦 这个板子顶的 最后一个啦 耶 刚才敲掉的风化的墙角 要先用水泥沙浆布一下 我得干快一点了 奶奶的睡觉时间都到了 昨天补好的墙 今天做一道防水 这个墙必须要做防水 不做防水的话 分分钟又起皮了 然后吊顶的板子是卡在墙和那个龙骨之间的 还要给它取出来 还有一啪啦的钉子 取得非常的痛苦且漫长 又是新的一天 今天要先刮一道镊子 刮镊子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现在回想起来 感觉我一个夏天都在刮镊子 勉强算是做得顺眼顺手的了 没错 昨天取了一天 钉子都还没有取完 取完就可以做吊顶咯 他预约了我们脑子来给我帮忙 我们脑子是我们这个家最低的人 而且中活路也非常的低嗨 但是低嗨的脑子说 我们需要把故意喊过来一起帮忙 我们两个人搞不定 所以就有了三个醋皮匠 顶过一个诸葛亮的画面 这两个人就是两个大笨蛋 吓死我了 我们三个在一起就是三大傻 汗都整出来了 不过总算是歪定了两张 今天上不成梗板了 要把板子裁了定 裁剪方面我真的是不得行 歪起来俩起 今天只有自己搞了 不过这个板子裁小了 要好弄得多了 这种破烂样子 不用记录都知道是我做的 怎么说咯 不管怎么样 总算是把面上这层块浮完了 抓紧时间把第二道镊子刮了 冬天真的干得好 慢慢慢慢慢慢呀 现在给我的顶上边条 这个边条好圈儿呀 就不刷漆了 直接定 白色和圆木色搭配出来 应该还是挺好看的 定个边条定的这么晚 我现在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的奶奶 看来想让全村的老太太都羡慕我们奶奶 现在看来估计有点悬 花了三天 我总算是把顶给吊上了 花费四百元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顶弄完了弄墙面 天都知道 我最讨厌的就是刷墙 非常的不生活 好了刷完了 就是这么明显的敷衍了事 这个窗户也搞一搞 把原先的漆给它脱了 然后再上一道新的颜色 圆木色和这个橄榄绿 我选择了这个橄榄绿 我后悔了 我觉得这个绿色不好看 我要把它脱了 将整灯过头就得我有一点点毛病 唉颜色真不好 床头的这个墙面整点墙贴 这个花纹非常的艺术 现代迷幻 这个也是我奶奶自己选的花色 搭配出来还是挺好看的 得加快进度啊 我这都做了多少天了 原本我预计的是五天就完工 结果都六天了 我还在搞这个 墙贴不够了 是漂亮的哈 墙面刷上乳胶漆 到这步了其实就快了 也是不确定能不能遮住啊 因为这个底实在是太脏了 而我又刷得不太干净 刷凉到了感觉还没什么效果呢 我也不想这么扣收呀 可是我没漆了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问题 地面清洁干净 你们猜到了 我又要铺木地板了 对不对 好久没铺了 是好养哦 这次没有买那个复合木地板了 买的是这个SPC 听说这个更环保哦 而且自己用美工刀就可以锯掉了 非常适合像我这种软萌小妹妹 看这个多好铺 一来就没缝 忘了忘了 看我这手毛脚乱的样子 就知道之前摸索出来的经验 忘得尴尬净净的了 整一个灰丸 总算是想起来了 无论是做什么 头都得开好 上次我就是先铺满一排 然后才满满普及走的 按木地板没有人交供我 我也没看过别人是怎么按的 按了一半了 这一次按的还行哈 但是我总觉得有一个敲门 我肯定是没有找到 因为我按的木地板 总是会被我敲得稀巴烂 完了 这一次真的BBQ啦 门打不开喽 算了算了 先暂时看一下我这八天的劳动成果吧 你好呀 经过了高人指点 今天重新把这个木地板 规整一号 终于有人教我了 虽然是远程操控 但是还是万分感谢 现在铺的可好了 你们看看吧 这一次的木地板算是铺会了 遗憾的就是之前木地板被我敲的太烂了 这个边缝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变个魔术 床就拼好了 踢脚线没有准备好 只有过年之后再买了 抓名给我们奶奶整了个梳妆台 我觉得女生的房间里最重要的就是梳妆台和全身镜 但是这个90块的梳妆台 质量我真的是服了 我奶奶说不放在窗边 放在墙这里 刚刚拼好我都觉得它要垮了 还买了一个蝴蝶结梳妆凳 特意选的粉红色 全身进来赢 这个看着就好年价 我现在真的觉得装修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好啦还是要搞我的窗户 这个绿色的颜色太重了 脱不干净 就只能用比它深的颜色来把它遮住 用木辣油和巧克力中 两个调和一下 就算它再不好看也比现在好看吧 就为个改色我感觉头发都要掉光了 买了两个长头柜垫 真好看呀 只要是买来的都会很好看 还专门买了一个台灯 最不愿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床单了 因为我感觉我的欣赏水平又要会被质疑 但我不得不说是因为我们奶奶喜欢红色 我喜欢花 所以它就刚好长在了我们娘奶奶的审美点上 还是好看的呀 不管是什么东西 只要是新的就好看 我还买了窗帘 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有点不搭 这种轨道很方便 按上去试试看 确实不怎么好看哈 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 我也得实话实说 怎么样怎么样 虽然说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经验 但是我觉得总比之前的好吧 来给你们看一下奶奶的强迫营业 来 来看一下好看吗 好看好看好看 一看啊哈就在说吗 可以吗 可以哦 你把我拿那么可爱的好看 嘿嘿 比威瑜 嘿嘿嘿 好看 嘿嘿嘿 嘿嘿嘿 感谢观看